歡迎大家 又聽聽我講法律 這條政論 你也知道我是跟開法律 即23條立法這些東西 制裁這些東西 我相當熟悉的 我也當然是很留意 政府官員一舉一動 一言一語 我不是有內幕的人 我甚至不是新聞工作者 我是評論者 我的評論只是基於我們公開的資料 我沒有任何內幕 沒有任何內情 但是由於我跟得緊 很多事情我就覺得 我對法律制度的理解 法律的理解 我就發覺很多事情表面講給你聽 一般新聞界引用的時候 往往都是有些錯誤 由這些錯誤我們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幾宗新聞 林鄭國青不排除基本法23條立法 外國制裁陸續發生 當局有方法處理一個 這個是他星期日上這個講清講楚 是不是星期日 另外有一個標題是這樣說的 如果美國制裁呢 唐美唐制裁 林鄭國 本港司法人員處之太延 感覺就是沒事 我們處變不談 但是呢 我發覺呢 聽他裡面講的 看內容呢 是不是? 原來他講的司法人員處之太延呢 是律政署的人 就是那些檢務官 律政署裡面 不是法官 我們一講一講 司法人員呢 你說法律工作人員就對了 你不可以代表了法官的嘛 如果你說司法人員呢 通常我們指司法處 司法部 司法部門就是法官的部門 是不是? 他最大件事呢 他是AG 律政署 所以他可以代表律政署 但是他不可以代表法官的司法部 而你看他的內容呢 看那個標題呢 司法人員處之太延 好像那些法官處之太延那樣 我第一個直覺是這樣 當然看那個新聞內容 咦? 不是那些法官啊 更加奇怪的是那些法官根本沒有跟他聊過了 他指沒有跟法官直接接觸 沒有任何資訊或資料 沒有任何資訊 令他懷疑事件影響法官履行其職責 那真是有趣的 那又有什麼資料或者信息 令你認為那些法官會如常履行職責 而不會不肯依你的意願去判一些案呢 是不是? 這些這麼敏感的東西 當然林鄭國不說得出聲 但是我們他講的東西 在同這段說話裡面 因為有些媒體是沒有的 司法人員只是說的 但是很清楚了 我多說一次來聽 美國五名法國王派議員提到要求政府檢視是否將49個法官 因為美國政府檢視是否將49個法官 檢視是官員列入制裁名單 林鄭國表示 不是手指發生的 他親自跟律政司人員談談 這裏應該是指律政署的人 即是我們叫A.G.Department 就是所有負責檢控的人 他是下屬來嘛 所以他有機會談的 指他們被列入制裁名單 處之泰然 是不是? 那我不明白什麼叫處之泰然 我打算辭公 我當然是處之泰然 是不是? 可以是這麼理解的 他在代表正處的人說話 那勉強他都可以的 我跟那些下屬談過 暫時說要辭職 他們覺得這些都是政治運作來的操作 但是他又指沒有跟相關法官直接接觸 我們知道那49人裏面有律政署的一堆檢控官 有政府官員 不過他 還有就是一批法官 所有國安法官都落入去那個名單裏面 二、三十人之多 那這批法官他竟然說一個都沒有接觸過 沒有接觸過 但是你的說法就誤導了 我沒有接觸過 我沒有聽過他們說準備不做 或者有些什麼顧慮 那不讓他們沒有顧慮 也不讓他們做下去 是不是? 如果財可能突然間 明天就告訴你 我不做 你是不知道的 如果他談過 哎 我們不怕 美國好玩的 我們知道沒有事的 這些是政治運作來的 我們跟你們一樣 未必的 因為他都沒有跟你講過 為什麼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們都一樣是處子泰然呢? 他們當然不是處子泰然 法官那個階級 至於理論政治裡面的人 他們都聊聊素語 他們只是跟下屬談過一下 每個人都暫時說不怕 不怕 但是立竿見影 我們看到這幾天發生什麼事呢? 下四十七人案不敢審 局官不敢審 要等上訴 忽然間這樣 我講過很多次 他不需要等的 不需要等我上訴庭 到時判我只要沒有 那分別只是 孫明瑜有一個新的案例 就是如果你要煽惑意圖這些東西 就一定要煽惑暴力 或者有動亂 煽惑這兩個東西 你才可以 一定要證明他意圖有這個意圖 好了 根據郭偉健自己審就不用的 他認為是煽惑了就是這樣 他已經審過了 是不是? 楊款案就是他審的 好了 那他現在忽然間說 不是 現在可能改了 改了在哪裡改呢? 他現在是四十七人案 是立場新聞案 那你就跟回自己一貫的見解 是不是? 他說要去看快必公議案 因為都是這樣 快必公議案就沒有煽動到 似乎沒有煽動到暴力啊 動亂啊這些 只是揍黑警死全家而已 揍人惡毒一些這樣 我都說了 如果揍人有罪的 就何頸奇打小人那些全部都有罪的 揍人沒有罪的 那當然我們快必公議案不知道 但是郭偉健是不需要等快必公議案上訴 因為他沒有需要 因為你判了 那你那個立場新聞照相上訴 照相上訴 你不跟這個 這個邏輯的話 你如果 他的前台詞他認為是 已經是 可見 你說法官有沒有影響呢? 因為這個情況 我還是說他有罪 不用意圖的 想都不用想的了 你說句話好像有多少煽動性就告入了 那個罪很嚴重 還有幾年 快必都幾年了 現在呢 一定要等快必上訴 就是你不敢判了 在制度上你不需要等他上訴 你判了 他上訴成功了 你這件案件又上訴了 就上訴停了 一拼推翻了 不複雜了 是不是? 因為根據現行 現在 已有的案例 是你弄出來的 各位見你弄出來的 你跟回你自己做的判是對的 還有 《書民院》是不會影響到香港的上訴 就是它不是一個權威 如果香港上訴庭有個案例呢 就是 所以 很明顯看到了 說這麼長 我都說了 可能的法官是有疑惑的 對於美國那個怎樣 先觀望一下 另外 大家也知道了 47月9日就延遲了 現在不知道延遲到什麼時候 你說是不是有事? 表面看就有事了 是不是? 但是林鄭君說沒事 講清講錯 似圖給你一個印象 是不是? 我都欣賞的責惡固執 明知危機心重 盡力鬥著 那 究竟這件事的最多部發展是如何呢?就不知道 是不是? 好了 除了處之大言之外呢 它也爆了一個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通過23條 現在23條是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它一定要通過 它竟然說了一件事 是不是? 23條是會有制裁的 引致 我理論上 我覺得表面看沒有聽過有這麼說過 當然23條如果你的內容不妥 或者什麼東西呢? 那可能是侵犯人權重要呢 根據人權法 可能制裁你 那制裁的時候是不是制裁你那個立法會呢? 它意思是不是指這件事? 還是只是制裁這個他呢? 或者是跟鄧炳強說制裁了? 不用了 就是政策局的局長呢? 現在所以現在制裁呢 第一回合已經制裁過的就是行政人員 那盧偉聰 鄧炳強 李家超 林鄭 這些全部都是行政人員 因為他們引起了這條法例的 但是也制裁了立法那個人大常委 叫做譚耀宗的人 所以立法那個是有直接制裁的 是不是? 現在其實已經有了這些先例了 但是國安法不是香港法律的嘛 所以不關香港人的意思 就是不關香港立法會的意思 你贊成還贊成 不是你立法會 但是將來明年的23條呢 就會引致 如果美國認為 甚至歐洲認為是有嚴重侵犯人權 你23條立法 那麼就會制裁立法會議員這90位 一議員 那這件事呢 我以前有想過的可能的 但是我沒有討論過的 看來不會的嘛 竟然林定國就告訴我們是會的 可能會支持 當局怎麼樣呢? 他說當局會有方法處理 這個是重要的 那麼不單止對我們的評論不重要 我想對於90位議員都要大家可以訪問一下他們 到時候那怎麼辦呢? 不是訪問他們 喂 你卑鄙啊 可恥啊 我不怕啊 那你是不是又是坦然面對 處之太嚴 有他制裁啦 我們不介意的 希望大家都表態啦 讓香港人都知道啦 是吧? 我覺得這個是更深水炸彈的 今天我看到這個這樣的新聞 林定國突然間首次告訴你 原來可能被制裁了 他一定知道給我很多啦 是吧? 讓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 知道多一些消息啦 可能有外交途徑提了他啦 那些議員知不知道呢? 應該都知道了 現在就清楚了 突然間在講清講錯裏面 講清楚你聽 各位議員報告的時刻到了 美國欺凌我們 我們一定 你不是很強硬的 是吧? 各位議員都很強硬 譴責美國 長臂管力的 現在是時候你表現了 到時候記得一次撐23條立法通過 不要理他的制裁 是吧? 那麼我們 拭目以待了 好了 林定國還有一樣東西講過的 值得介紹一下啦 基本上他就說不會送中的 就是黎智英不會送中的 因為如果送中呢 就整套東西要交給中國裏面的法律制度處理 以我了解 都是合理 合什麼的? 如果你交給國內的法庭 那麼他們國內就有他的公檢法去處理 公檢法的意思呢 就是查案呢 就不是現在的國安署了 當然這個可以將個檢查到的東西傳過去的 檢察院負責做檢控 就不是在香港律政署了 國內的法院做審判 整套東西都拿了上去 如果看到國安法的硬硬的條 就是這樣做了 但是他說現在沒有這個需要 是 國內的處理就不需要理會 暫時 那麼我們 劉仁家也亂說啦 我們得個G字啦 好了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過去一個星期日的一個電視台節目裡面 林定國是爆出這麼多重要的東西 當然啦 我都認識的 刑事訴訟法 那麼我看一下到時再為大家介紹 如果是黎智英 但是現在林定國這樣說 黎智英案就不會送中了 那不會送中 又審不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些官員就不敢審 那這個這麼假設性的問題呢? 如果問林定國呢 就他都回答不了你了 因為根據我另一條片的分析 他都可能是 是不知道他想不做啦 還是中央想他不做啦 就叫了張國軍上去見夏寶龍 會不會是處任他的位子 他直接放大家 順便不做呢?這樣 我們記得鄭宥驊都很想不做啦 下跌了之後想躲在英國 就這樣辭職不回來 結果都速速回來了 那林定國是不是有自由可以不做這個律政司司長呢? 這麼厲害的職位 我們祝他好運啦 好吧? 好 多謝大家 這條片就講完了